这节课我们来说一下 Cameral相关参数的设置 有同学会说 你这个应用的名字 起的叫做美颜自拍审讯 自拍自拍 一般都用的是前置摄像头的 而你刚刚拍照的时候呢 一直是用的后置摄像头 那么怎么使用前置摄像头呢 这个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Cameral这个创建实例的时候 有一个open的方法 open呢 它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open int的构造方法 那么我们来谷歌官方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 open int 打开这个camera 这个类 那我们找到 open int这个方法 打开点进去 它说这个API 是从API9 以上添加的 那么呢 手机上我们手机上有可能有一个摄像头 也有可能有两个摄像头 也有更高级的手机 就可能以后有很多个摄像头 那么呢 它这里面 参数是从0 以及到通过这个get number of cameras 去获取你手机上摄像头的数量 然后一直到这个 它总数的减1的个 那么 如果你不传这个参数呢 它就默认是使用手机上的后置摄像头 如果 传1的话 就是使用手机上的前置摄像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 我们做个实验 先不传这个字 我们先跑一下 这个 我手机上有前置摄像头 我们直接来运行一下 打开我们刚刚的一个小工具 我可以选择手机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后置摄像头 已经看到我的键盘 那么点击拍照 已经拍照完毕 并且也拍照成功 那么 我们给它改成一个 叫做 1 传个参数1 叫做前置摄像头 那么我们再运行一下 OK 我们看一下 现在已经显示 已经是使用我前置摄像头在拍照了 那么看一下这个 这是我的 抬灯 我可以点击拍照 OK 点击快门 拍照成功 OK 我们来写一下 如果是open 不传直 或者是 不 不传直 或者传 0 0 就是 就是 使用后置摄像头 如果 传 1 的话 那么就是 使用前置 摄像头 OK 这个地方 我们就还使用默认摄像头吧 那就 什么都不传 在客户 在客户里面 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简单的笔记 在这个地方 open0 或者是就是open1是开启前置摄像头或者是什么不传 或者 open 直接open就OK OK 好 这就是如何使用前置摄像头来进行拍照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